好,接下来要看的是辖积分 所谓辖积分,英文是improper integral 就是不恰当的积分或者是不好的积分 有瑕疵的积分 那辖积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所谓的瑕疵是什么呢? 就是在某一点上面它没有值 这种就叫辖积分 那举个例子它不连续或者是没有值 在某一点上面 那比如说FS如果在AB区间之中 除了C点以外均连续 那我们在积分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排除C点 否则的话就算不出来 那我要排除C点呢? 我怎么排除? 在AB区间当中除了C点以外均连续 那C点不连续 那这时候呢我就要把C点排除 但是C只是一个单一的点而已啊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对它逼近 对C的左边逼近和右边逼近的方式 把它拆成两半去做辖积分 那这边有个例子是单边辖积分 那求LNS在01区间的积分 那LNS各位 我们知道它在0点不存在 就是LNS是负无穷大 所以我们不可能直接拿LNS去积分 那就是代表说这个函数其实在0点有瑕疵 那我们必须使用极限的方式去积分 那我要算这一个我没有办法算0 所以我算LIMIT DELTA趋近于0的时候 然后DELTA从DELTA积到1 那这时候呢我可以积哦 这一段我可以积 那所以我就变LIMIT DELTA趋近于0 那LNS底S它会变成SLNS-S 那这是根据那个部分积分法 那部分积分法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那SLNS-S从DELTA到1的积分 从DELTA到1的积分 那这时候呢就变成 从1的话带进去是1LN1 然后-1OK DELTA带进去呢 就变成是 DELTA LN DELTA-DELTA 那这里加一个LIMIT 因为我们是用逼近的方式 那结果你就要去看哦 这边前面常数都没有问题 就是 就是 LN1是0 LN1是0 所以这一段不见了 只是后面的-1 -1减掉 LIMIT DELTA趋近于0 DELTA LN DELTA 这个DELTA趋近于0 这个后面DELTA就不见了 所以DELTA LN DELTA 那-1减掉LIMIT DELTA趋近于0 DELTA LN DELTA 这到底是多少呢 改一个形式变成除法 那 这时候 因为 上面算不出来 对不对 0 这个是 DELTA趋近于0 这是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无限大分之无限大算不出来 还记得吗 用罗币打法则 所以呢 两个各为分离次 所以就变成 DELTA平方分之负1 分之DELTA分之1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OK 这部分 DELTA平方分之负1 分之DELTA分之1 你可以把它稍微上下移一下 上下移一下之后的结果 就会看到说 它这个其实会趋近于0 所以这个最后就是负1 好 那这种 有瑕疵的积分 就在某一点上 根本就没有值的 我们就只能够用 逼近的方式去积分 这种称为瑕积分 那再看一个 SA次方在01之间的积分式 SA次方这个A是不固定的 所以如果A小于0的话 它在0点 就是SA次方 A小于0 就是S-1次方向 这种东西的话 它在0点会有不连续 那它首先假设 A不等于-1 因为A等于-1的话 它的积分会是LNA LNX 所以那个另外要处理 那假设A不等于-1的话呢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公式 去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呢 算把极限式拆开 拆开之后 这个极限式只在 A大1-1的时候存在 那 那 你就可以算出来 在A大1-1的时候 存在这个极限式 那就变成A加1分之1减掉 这个Δ趋近于0 这边是 是A加1分之Δ趋近于0的A加1次方 OK OK 那这个基本上会趋近于0 那 如果A是-1的话呢 比较要另外处理 因为它是LNS LNS从Δ趋近到1 那你就会变成LN0减掉 应该是LN1喔 LN1减掉这个Limit Δ趋近于0 PLUS 这边LN1 LN1的话是0 0减掉这个 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是多少 这个极限不存在 因为LN Δ趋近于0PLUS的时候 它会是 负 无限大 那再加个负号片 正无限大 所以不存在 好 那 所以 A不等于负1的时候 A等于负1的时候不存在 那A不等于负1的时候呢 会是A加1分之1 因为后面这个是0 所以就A加1分之1 但是条件是A 要大于负1才行 好 那这是辖积分 单边的 单边的辖积分 好 接着看的是 无限大的情况 有些不是单一个点 有问题 而是 它要你积分的一边是无限大 那比如说 我从A积分到无限大 这时候呢 我们这样写 因为无限大没有办法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值 所以你还是得用 Limit α去进无限大 A到α去逼近它 去算出它的值 那 那如果今天积分式是双边无限大的话呢 那你就取一个中间点A 然后从负无限大开始积到A 再从A积到无限大 但是都是以极限式的方式写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是 从1积到无限大 那这是S平方分之LNS 那它的做法呢 当然我们就是 就是把它的算式算出来之后 利用Limit S趋劲无限大的方式去做 然后呢 其实都是一样 那你看这个S趋劲无限大会是什么 这正无限大 无限大分之1就是0了 0 那这边呢 是无限大分之1 这边也是0 然后加1 所以最后是正1 那这是辖积分无限大的情况 接下来是 另外一个例子一样 是辖积分无限大的情况 单边无限大 那S的A次方 那这个又要分 因为有A等于1 负1或A不等于负1的情况 因为S的A次方 比较特别 那这边做法也是一样 最后你把把那个无限大的数值带进去 看看它是什么 这个有时候极限会不存在 像跟刚刚的做类似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积分大概就就全部讲完 就看到这边 那辖积分的部分 我们就再加一体系统 小辖积分的习题 我们看一下辖积分 这边的习题 那这边都是给各位 每一个部分 做一次练习 大概就够 辖积分的习题 现在是solution 是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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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improper integral在4.6.5 那它的题目是4.17开始 那我们看一下 狭积分就做第一题好了 4.17 所以把它加进去 那我这边我也加进去 就是4.17 好,那就不用再开一个档案了 直接把4.17加进去 好,所以今天的家庭作业总共有5题 好,谢谢 我好,谢谢 好,谢谢